徐慧長下今年跟他傳官方式來慶祝聖誕節 都是好好跟古板奉獻的活動 要請學生把家裡夾出來白米 也就是用不到文具關出來 幫助後來外六歲民眾 徐慧長下最近勸告時 放很多這幾天學生關出來白米跟文具 這關關進品未來會分散給後來愛心機關 一起簡卜在六歲學生 我們是希望就是徐慧的孩子 今天在我們徐慧學習的過程當中 能夠有一個豪氣男孩的一個展現 而這個展現是徐慧學生的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帶著愛在生活當中去給予 所以我們今年會特別有這樣一個 徐慧聖誕奉獻日 那幫助國內也幫助國外 過去學生說到聖誕節 通常會想到聖誕大餐 會才是講完禮物 但新晉白就由母親鼓棒奉獻的活動 讓他們有機會思考自己其實有能力幫助別人 有這些活動除了就是感到新鮮之外 就是也可以有一種就是真正體會到 這個節慶意義的感覺 就聖誕節 我們就是聖誕節就是有一種希望大家有愛 然後平安然後能夠快樂的過這個節日 就是在自己限定的範圍 你就可以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都可以好好的過這個節慶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蠻新鮮的體驗這樣子 好 原本沒有希望學生 另外再次買一款精品 不過也是可以看到學生 相當的很強硬 請這位學生在這裡拿一大包的北美來館 這份心意連老師都很感動 記者 新鮮林均勒 露酒 蔡芳佛東